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文字切割 我們剛使用的什麼函數呢 我使用的left左邊開始取文字 right右邊開始取文字 那mit是從中間開始取文字 find是尋找那個字的位置 這個要做什麼待會再說 那老師 那如果說我現在想把這個 你現在應該學會囉 學會什麼 我想把新北市山長區取出來對不對 可是在excel還有一個文字切割的方法更方便 那文字切割當然並不包含這個欄位 從這裡哦 那捲著往下拉 目前我們這邊有16筆資料 17嘛 那第一列是欄位名稱 點這裡 我全部都要切哦 Ctrl Shift 往下方向鍵 我就選了 除了第一列沒有選以外 Ctrl Shift 按著不放 按往下方向鍵 好我要做切割在哪裡呢 在資料 標籤這邊就有個功能叫資料夥隙 你看到嗎 長長的文字可以切成兩個欄位 哦這功能在這裡 點起來 那點起來以後呢 這怎麼做呢 第一個 它可以認分格符號 如果你的文字裡面中間有 逗號封號空格 我會自動幫你做切割 老師啊我們這個是柱子啊 柱子怎麼會打逗號 那就使用什麼 固定寬度 每三個字切割 老師有些是三個有些四個啊 沒關係 這可以自己決定 每個狼位是固定長度就是了 來我們就選第二個 固定寬度 來來來來下一步 下一步的時候呢 這裡呢 他說如果你要切割開來 請你建立 分欄線 對不對 分欄線簡單 在這邊我點一下就好了 在這邊點一下 就從這邊切下來 這邊點一下就切下來 那如果要移除呢 就按兩下 按一下是建立 按兩下是切 那也可以移動哦 移動就使用什麼 拖曳 來我要來做囉 我在這邊點一下 有看到一條線嗎 這裡 那我這邊再點一下 所以等一下都幫我做切割什麼 新北市一個欄位 三重區一個欄位 接下來 重新入100號這個欄位 來按確定哦 下一步 他說 他幫你做格式的判比啦 你有沒有要把他轉成文字日起的 通通都不要按完成就好了 切好了 切好了 這邊叫做 縣霞市 這邊叫區 這邊叫住址 那這邊就改囉 縣市 對不對 區別 住址對不對 那學過囉 點這裡用什麼 常用標籤的這個 來來來 尤其說 複製格式 刷一下 就跟他一樣 所以使用這個區隔也可以 使用資料這個 這個剖析的功能 也可以把 這個快速把我們 那個文字要做切割 來各位試一下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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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